好三天的廉价 因为行政院副秘书长肖佳琪 屏东爆红的乳酪蛋糕店 人潮大爆满了 不少人扫墓出游 甚至中北部的游客 特地的就是要南下 绕道来买蛋糕 因为这手工蛋糕实在太夯 而且数量有限 店家赶工做的三四百个乳酪蛋糕 一大早十点钟一开店 马上被秒杀光光 乳酪蛋糕绵密扎实 浓尺的巧克力口味甜而不腻 厨窗内还有抹茶综合口味 选择超级多 屏东这间人气如若蛋糕店 因为行政院副秘书长肖佳琪爆红 平日排队就得等上半天 遇上三天廉价 人潮更是大饱满 所以看得到吃不到 我们觉得看得到吃不到 为什么忘蛋糕而止蝉 对我想说 好 我想说到过来就 就新闻上看到 再过来看一下 今天六寸蛋糕已全数售完 今天六寸蛋糕已全数售完 每天限量两百张的号码牌 一早开店不到十分钟 就全都抢光光 连续假期加上返乡人潮 很多中美部的游客出游之余 还特地南下绕到屏东买蛋糕 卡位排队的人潮 一路从店内排到店外 比假日还要多 本来生意就很不错的蛋糕店 这下子更是忙翻了 要多个败子吗 要 因为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今天六寸的部分 在十二点多就卖完了 也就是因为蛋糕实在太抢手 最近连代购业者也把脑筋 动到乳肉蛋糕上 帮忙排队的代购员工说 排队买蛋糕虽然得早起 但利润最多有一成 有多半倍到一倍吧 就有空的时候 刚好过去接一个 就赚点小外快也不错 原本询问度就很高的乳肉蛋糕 因为学运加持人潮更多 订单已经排到明年 趁着三天的清明廉价 外线市的游客 也特地来排队抢蛋糕 让原本就很抢手的乳肉蛋糕 这下子更难买到了 记得今天我们一如评论报道